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检举违规当街被警方压制 这是一名外送员无信男子 15号晚间检举通话接口 有人改装机车排气管 警方到场后告知会拍照 请环保局认定 让无信男子不满警方的处理方式 当场挑衅入骂园警 被压制带回警局保护管束 你不要紧张 我跟你讲 如果还有违规的话我会处理 哈喽你要去哪里 哈喽 跑过对街再绕回来 无信外送员检举其他人改装排气管 看到警察却蛇形乱窜 排气管如果违规的部分 是属于环保局 他在那边要去做监测 警察没办法立刻开单 无信男子居然用烟雾喷向警察 根本挑衅 警察好言相劝 他却拼命回呛 最后连脏话都说出口 无信外送员火气太大 情绪失控 最后被当街压制 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夜市入口外送员聚集 没想到这回却擦出火气 警方受理检举 但检举人乱发脾气 一样得依法处理 记者刘四周东霖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